4月电价调涨在即 国会在野党联手提出 动涨电价案 周五大院展开朝野政治攻防 海话全面动涨 产业界也有不同看法 如果跟国际上对比起来 台湾人电价还是相对 还是比较便宜 那我觉得适当的调整 是有需要的 因为不可能让台电一直在做亏损 但是应该要更去思考的是 怎么样让企业界去思考 怎么样可以做的 用更节能的方式 用更少的电力 去让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产能 去把它发挥出来 当然短期之内 你可以用原来的电源 不要涨价 但是不要涨价 你台电有赔钱 那别的国家它有别的办法 像美国它有水力发电 有核能发电 有各种发电 所以将来的AI竞争 除了我刚才讲 人的智慧头脑 才能 人才 以外就是电 TD共会议75周年 产业界迎接AI产业高成长 但用电吃紧问题 接踵而至 不仅半导体要用电 AI伺服器 ICT产业 用电需求不断增加 也断促新政府520上路后 重新审视台湾电力结构 2030从现在开始 我们认为我们ICT产业 包括半导体 包括你刚提的AI算力 多在面的话 可能会至少超过一兆美金 相对于我们2022年的7700多亿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世界的占比更大 可能会超过30% 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规划上 能够得到支持 能够得到这个所有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各项的 包括人啊 电啊 等等 街部次长曾文生日前表示 倘若动涨电价 亏损将继续累积在台电 会让补贴台电的用意失去意义 环保团体周五也质疑 电价动涨等于变相图利 工业产业不利节能成效 新台电视直见丽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由于变相掌